大家好,今天7月22号 谁能在桌 也能复桌 我想 台积电今天跌到938块 我想当时1000块以上 那你说多少人 抢着药 所以呢 一路到 1080块 那今天各位请喝一看 跌到938 说在 939 所以这一波台积电 带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 极臭的行情 我想 这个地方投资朋友 应该 多下到 所以呢 前段时间 看回不回 所以大家呢 这个地方 都没有防备心 其实我在节目上 一直在提醒各位 尤其呢 我跟各位讲说 外资的空单 其后空单 达到了3万口以上 他必须呢 去强力的 做压盘 我想我在节目上 在半个月前 就是这样跟各位讲 我讲 我在讲行情 没那种事后论 各位看到 三四万张的空单 那外资呢 这个地方 那怎么会被你们 转秦呢 外资 不都是呢 齐性后在做套利吗 各位短短这六个交易日 外资卖了多少 两千零七十九亿 六个交易日 各位 卖了两千 零七十九亿 所以前段时间什么 蚂蚁雄兵 来到什么 外资空单被嘎 各位 我当时是不是跟各位讲 外资怎么会被你们嘎呢 这是活活生生的例子嘛 对 外资满手都是前肢股 台积电呢 七八成都是在外资手上 所以 你说外资这个地方会被嘎到吗 我想他只是在找时机 那 当然 时机对了 他就是寝朝而出嘛 川普 他讲 要向台湾收保护会 台积电 抢走 美国的 就业机会 各位啊你去想一想川普 他讲 这几句话就能够让 台股这样跌吗 我想各位 不至于啦 那只是说台股现阶段 他已经来到一个高阶的位置点 高点的位置点 那我 当时呢 大盘来到两万四千点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大盘的乖礼 过大 他要修正乖礼 那一方面呢要修正指标 那我想今天各位盘中呢 最高跌了738点 今天 跌 缩盘 612点 那我想大家都是坏的时候 就看坏 那好的时候 就是一路充满 今天已经来到季先 人家说回来到几山 不管 跌不跌破 都有机会做一次的反弹 那弹上来 那这就是要让我们观察 是走回升 还是走反弹 那如果呢 只是走反弹 那各位 那上来呢 那你一定要 检视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该降股操作 那你就降股操作 该太肉换墙 那你就太肉换墙 我想今天各位 跌了738点 富潮之下无完卵 今天重垫股 找盘呢 当然很强 但是 尾盘拉下来 但是 跌下来各位 那你 是不是呢 又去杀低了 我想 垫子股拉回的时候 你看到多少人 带你们去追电子股 那上礼拜呢 那重垫股一抢 那多少人告诉你说 他 有重垫股 那今天跌下来我跟各位讲 没人会跟你讲重垫股 我保证 没人会跟你讲 也没有人跟你讲说拉回来 你还是要买 我想 做股票 当然 也不是绝对嘛 上礼拜呢台积电拉回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一句话 股票市场 没有绝对的 个股呢 那也没有市场第一 那也没有市场唯一 你们认为说台积电是市场唯一 我想这个就是要打破 你们的迷思 台积电呢破1000块 你看到零股 零股 轰狂在抢 我想现在各位你看到 那是不是就沉沦了 我不是跟各位讲说台积电未来没有机会 但是至少 在短线上 上个礼拜你看到 红海呢 拉回来 我跟各位讲 你不要接 实际还没有到 你不要去接 掉下来的刀子 有没有 我想这个就是 之前呢 在上个礼拜呢 红海回到 接近200块的时候 我是不是这样跟各位讲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刚跌破夜线嘛 你不能说 刚跌破夜线 那你就要去承接嘛 那现在回到季线 那你们反而要去杀了 你们反而要去杀了 所以有时候呢 你要懂嘛 你不懂 那这个地方 那你 永远就是在追高杀低嘛 那电子股我讲过的 这波拉回来 我一定会带你买 其实我现在 开始在锁定 一些先跌的 像IP股 各位 虽然香售 他今天 破底 但是世新呢 他已经领先 往上拉 那我想 各位 像安果 今天也是一样 拉回之后 他做反弹 大盘跌他已经 没有跌 安果呢是先回到季线 去做测试 我想这个都是呢在 这段时间他整理了 大概半年的时间 那 我想 股票就是要有整理 他未来呢 他才有动能 所以 这些个股 当然 我们 也会帮各位呢去做锁定 但是在 重电股 我认为这个地方 各位看到 那华晨今天 打到 盘中打到跌停 大家下呆的 对不对 那华晨当然 他空单 做回补 但是 各位你看到 他今天 季线都还没跌破嘛 所以没有 比大盘更弱啊 他只是在做补跌嘛 这段时间各位你看到 都在高档震荡没跌啊 重电股在这一波都没有跌到 我想我们在240以下买的试跌 那今天 其实呢 补跌他也是在280也是在季线之上嘛 对不对 你看到1514的亚利也是啊 都是在季线之上啊 他也没有跌破季线嘛 所以 在 市店当然 我之前跟各位讲 他在 修正指标 那我现在指标也开始 来到低档 那我想 在 布林线呢 我说三条线靠拢 那随时呢 他有机会呢 做变盘 但是 我想很多人跟你讲说 这个量他会拉回 但是 我说今天 各位 他是最后给你一次 买进最好的一个机会点 老师不是说这个地方 那股票跌 那我们就跟各位讲说 那这个族群呢 没机会了 赶快呢 去放空 我想各位 你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说 现在大盘 是不是来到季线做止跌 我们也 不能说这个地方 然后呢 去 说百分之百 一定止跌 我只跟各位讲说 以技术面来讲的话 每一次来到季线 不管破也不破 他 都有机会做反弹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要去观察说 在 美股 因为在 这一波 尤其在费城 他领先做拉回 那有一些呢 AIA重量起的个股 那包括台积电在内 最近的都是在拉回的走势 所以 各位要 去看的说这些呢 在 半导体的个股 这些重量级的包括像 辉打 超伪 台积电 这些个股呢 他有没有办法 做止跌 如果没有的话 那市币大盘这个地方 他修正的压力 还是存在 那外资 上个礼拜五 他压现货下来的时候 当然有开始在补一些空单 但是他的这一次的数量呢 非常大 所以 这个地方他有没有呢 空单 他降到最低 这个都是我们在观察的 如果外资呢空单降到最低的话 那当然 这个盘呢就有机会 做比较强大的一个反弹 那如果没有 那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去检视你手上的股票 因为 拜登退险 那 现在民主党在美国这里 要推写 推写出来选 都还没有一个定论 所以 这个都是在在的一个台股 他的一个 可能 比较大的一个变数 变数 所以呢 在这一次 如果在明天 后天 他有机会做反弹的时候 那各位 你一定要做好什么 太弱换强 那如果说 现在现行 他是向上 但是 他回撤季线 他没有跌破的 那破季线的这个都等于 可能比较弱势的个股 那你一定要什么 降档去操作 那大盘的这一次 我讲过 台积电当然 900块这里能够索纹的话 那 我想大盘 那也没有所谓 崩盘式的 这样的一个 最近这个只是 拉回的幅度非常大 短期间 拉回了2000点 但是真正崩盘式的这个 我想 这个很恐怖的 但是 我们观察到整个盘面上 其实 但是 大盘 他也并不是说 没有股票在涨 那只是说你这个地方 你要去锁定哪些个股 那大盘跌回来 那我跟各位讲说 那机会点在哪里 有些AI股 他先跌的 那如果先止跌 如果说 这些个股他起来 做起益的话 那我想这个就是在下一波 这些个股 各位你要好好的去掌握 最好的一个机会点 因为 目前的台股 在长线上 长线的这个趋势 都还没有做改变 所以 并没有说 在整个 中长空的架构 里面 现在只是短空 压回的修正 所以 拉回来 如果季线 索稳 不破 那我想 这些个股 就是给各位 最好的一个机会点 那中电股当然 我想 在 7月27号 和3 这样要除以的话 那这个礼拜 我认为说在中电股 这里呢 应该会起了一个 很大的化学变化 所以你不要在这一次 大盘的一个 恐慌的杀盘 然后呢 被杀出场 我想 各位如果让他急拉上去的话 你要再追 真的追不回来 所以这个地方 我还是看好 在整个重跌 这个族群 那电子股我讲过 如果大盘 他继续呢 拉回个股呢 这个地方先跌的 那我会去观察 那谁呢先指点 那这个可能就是未来 有机会成为下一波的一个主流 的一个机会 我希望呢 各位呢 不要因为大盘拉回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 然后随便去把好的股票杀掉 反而呢 你要更勇敢 然后 趁低的时候 来买好股票 我想这样 的一个操作呢 才不会去 像之前一样 然后 越追越高 那现在呢 买也不是叫各位说 去买弱势的 我讲刚才讲过了 在这一波 先跌先止跌的 那底部呢 有先打出来的 像安国这个在今天呢 他 拉回来 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 所以神盾集团 在这一波呢 有一点的蠢蠢欲动 那只是在这个地方 让各位呢 能够做一个观察点 并不是说 这个地方马上要全力的 去做进场 所以IP股 在这一波 我想 机会 快来了 那 3月8号当时的IP IP股呢 像世青当时在 4000多块的时候 我们提醒各位 要去做避开 那这一波拉回来 我想这些个股 都是呢 我们在这一次 能够观察的一个 方向 那 什么时候要出手 那各位呢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所以呢 在 现阶段的机会 如何的去掌握 我希望如果有 想要呢跟着我们的脚步呢 023923988 那Lite 加进来 明天呢 一个重要的一个 转折呢 各位呢一定要掌握到 明天同学见再会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像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 这个 订阅理才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对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